第802集 十尊借刘氏之令说 太子年幼 之所以立他为太子 那是因为先帝喜欢他 然而国家大业至关重要 不是他这个小孩子能承担的 应当以十尊为继位人 于是十尊便及皇帝位实行大赦 并解除了对上白的包围 十六日封十氏为侨王 废处刘氏为太妃 过了不久便把他们全都杀了 李农前来归父谢罪 十尊让他官复原位 尊奉十尊的母亲正氏为皇太后 丽妃张氏为皇后 原来燕王石兵的儿子石衍 被立为皇太子 任命易阳王石建为氏中太妇 佩王石充为太保 岳平王石包为大司马 汝英王石坤为大将军 任五星宫石敏为都督中外驻军士 辅国大将军 夜城内狂风拔树 雷电交加 吓得冰雹 像余博和梁升一样大 太武殿 辉华殿 发生火灾 涉及到许多门贯厅阁 烧得荡然无存 皇宫的车程 服饰也被烧了大半 金银玉石之类 全都损失殆尽 大火一直烧了一个多月才熄灭 当时佩王石充正在镇守继承 听说石尊杀掉石氏自立以后 就对辅佐他的同僚们说 石氏是秉承先帝的旨意继位的 石尊专横地把他废除 还杀掉了他 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 命令内外严加戒备 我要亲自出征去讨伐他 于是石冲留下宁北将军穆坚守卫幽州 自己率领五万士兵自济城南下 并将讨伐席文传递到了燕赵之地 他每到一地人们都云结而来 等到抵达常山 兵重已有十多万 驻扎在院乡的时候 石冲见到了十尊十行大赦的诏书 他说 十世十尊都是我的弟弟 死去的人已经无法复生 为什么还要再互相残杀呢 我回去吧 石冲手下的将领 陈显却说 彭城王十尊 杀君夺位 自立为王 罪大恶极啊 虽然君主您要挥齐北返 但我还将继续南进 等到平定了京师 擒获了彭城王 然后再来恭迎您的大家 听到这话 石冲又改变了主意 于是继续前进 石冲急速派王卓送信 劝说石冲 但石冲没有听从 石冲便派五星公石敏和李农 率领十万名精锐士族 讨伐石冲 双方在平级展开交战 石冲的军队被打败 他本人在元氏县被擒 石冲赐他自杀 并活埋了石冲手下的 三万多个士族 五星公石敏 对石尊敬言说 蒲虹是杰出的人才 如今让他镇守关中 我恐怕秦州雍州之地 就不会再归赵国所有了 让蒲虹镇守关中 这虽然是先帝临终前的指令 然而如今陛下登位 自然应当改变谋略才对呀 石尊听从了他的敬言 罢免了蒲虹的都督官职 其他的官职待遇则一如从前 蒲虹对此感到十分的愤怒 回到房头后便派使者前来向东晋投降 前燕平敌将军慕容霸给前燕王慕容郡上述说 石虎穷凶极恶 残暴无比 他已经被上天抛弃了 仅存的一点残余之力还互相蚕食 如今中原之国危难至极 人们急切盼望您以仁爱来安抚和抚惧他们 如果您统帅大军奋起反抗 那么石氏的士兵势必会放下武器 北平太守孙兴也上表说 岩下石氏内部大乱 应当不失石机地进去中原 慕容郡考虑到先帝大丧刚刚过去没有答应 慕容霸急忙来到龙城 对慕容郡敬言说 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东西 这就是石机 万一石氏由衰败转而复兴 亦或出现英雄之辈 占据了他们已有的机具 这岂止是痛失大力 更是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后患呢 慕容郡说 夜城中虽已大乱 但邓环占据着安乐 兵力强大 粮草充足 如今若要讨伐赵国 前面的道路无法通过 只能经由卢龙 然而卢龙的山路险峻障隘 敌人如果居高山之势 把我们的部队拦腰截断 则首尾受敌 那将怎么办才好呢 邓环虽然想为石氏抵抗坚守 但其将士念家 仍怀归信 如果我们的大军一到 他们自然就会土崩瓦解 我请求率部作为殿下的前锋 东出屠河 暗赴令之 出其不意 等到他们闻讯之后 势必感到镇静 这时 其上侧不过是闭门固守而已 下侧就不免要启程溃逃了 哪里有功夫抵抗我呢 然而殿下却可以慢慢地前进 这样就不会出现被截流围困的灾难了 慕容俊仍然犹豫不决 以此去询问武才将军封义 封义对他说 用兵之道在于 碰到强大的敌人就用智取 碰到软弱的敌人就用势夺 所以乙大吞小 就像狼吃小猪一样 拨乱反正就像太阳 融化鸡血一样 大王自先帝在世以来 积累了道德仁义 士兵强悍武器精良 石虎则因残暴至极 死不明目的时刻 他的子孙便开始争夺天下 上上下下一片混乱 中原地区的百姓 落入水深火热的深渊 翘首盼望能够有人起兵拯救他们 大王如果率兵难尽 先攻取继承再直取叶城 炫耀武力弘扬道德 关怀安抚王国之民 有谁能不扶老挟幼 迎接大王呢 实施那些凶残的党羽 必将是一望见大王的旗帜 就像冰块破碎一样 顷刻崩溃 怎么还能继续危害呢 从事中郎黄红说 如今太白星中天可见 穆星停留在必朽之北 这正是北方之国 必然接受天命的应验 大王应尽快出师 以秉承天意 折冲将军沐鱼根说 中原地区的百姓 久困于时事的祸乱 全都想改换君主 从而摆脱水深火热的危急苦难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啊 所以万万不能丧事 我国自武宣王慕容以来 广招贤士养育百姓 致力农耕训练士兵 等待的正是今天这样的机会呀 如今时机已到 如果放弃这个大好时机不用 我想了又想 难道是天意不想让海内安定下来 还是说大王不想夺取天下呢 慕容君笑着听从了他们的劝告 任命慕容克为辅国将军 慕容平为辅辟将军 左掌使杨务为辅役将军 称之为三辅 任命慕容霸为前锋都督 剑锋将军 选择精兵二十多万 讲习武艺进入临战状态 为进攻时事做准备 六月 后赵古石虎被安葬在显元陵 上庙号为太祖 环温听说后赵国大乱 便出兵驻扎在安路 派遣手下几员大将去开创北方 后赵的扬州刺使王嘉拱手让出寿春投降 环温手下的西中狼将陈奎占据了首寸 正北大将军楚仆向进朝廷上表 请求讨伐后照 并从当天开始进入临战的戒备状态 目标直指四口 朝廷商议考虑到楚仆肩负着镇守 精口的重大责任 不应过于深入 而应当先派遣其他部分的军队处征 楚仆尚说奏言说 之前已经派前锋都护王义之等人 直接前往鹏城 后来又派都护迷夷进攻下批 如今应该迅速发兵 从而造成强大的声势 秋季七月 朝廷授予楚仆征讨大都督 监督徐 远 青 阳 御 五州的各种事务 楚仆率领三万兵重 直接开赴鹏城 北方地区投降归附的世人百姓 数量日益千计 东晋朝野上下都认为 光复中原的大业指日可待 只有光禄大副蔡摩 对和他亲近的人说 胡人被消灭确实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 然而 这更给朝廷带来了深深的忧患 听的人问他 您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蔡摩回答说 能够顺应天意掌握时机 把百姓从艰难困苦中拯救出来的事业 如果不是最杰出的圣人和英雄 是不能承担的 不如老老实实地衡量一下自己的德行和力量 反观如今讨伐赵国之事 恐怕不是当今的贤达之辈就能办成的 结果只能是步步为营分兵攻守 这是以劳民伤财为代价来炫耀个人的志向 最后会因为才能和见识粗陋平庸 难以成功的 到时候 财力耗尽 智慧也消失了 勇气也不足够了 怎么能不给朝廷带来忧患呢 鲁军的五百多家百姓相聚起兵 归附冬季 他们向楚仆求援 楚仆派部将王堪 李迈 率领精锐士兵三千人去迎接他们 后照的胆讨大都督李农 率领两万骑兵和王堪等在戴杯交战 王堪等大败都被后照俘虏 八月 楚仆后退驻扎在广陵 陈奎听说后 把寿春城里住存的粮草兵器复制一具 还破坏了城池 然后逃了回去 楚仆主动上书请求贬值处分 墓地下诏不予同意 命令楚仆回去继续镇守金口 解除了他征讨都督的职务 这时黄河以北大乱 二十多万晋朝移民渡过黄河 要求归附东进 但楚仆正好在这时已回到了金口 声威气势已去 不能接应 结果移民们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不能自救 最后几乎全部死亡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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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